我講真的 我跟志昂哥應該都很害羞吧 我們剛剛也才在看那一段 然後覺得很訝異 就是好激情 有點害羞 我們剛剛一直看螢幕 然後又不敢看對方這樣 到底是哪一場戲 讓劉偉誠與張漢元如此害羞 His Story 3那一天 播出第十一 十二集後 主要演員與導演 編劇 製作人 一同開直播與劇迷互動 聊起來又激情又害羞 說的就是劇中角色 盧志剛與孫柏翔的這一場戲 那邊任何人都忘記… 食べ過去曾經rot作人 神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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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一场就是像你们看到的那样 我已经没什么好叙述了 已经全部都给你们了 激情活热的演出 堪称His Story系列历代集最大尺度 演员投入的表现 让观众也跟着入戏心动 感受角色之间情感关系的情绪起伏 而另一对爱情正在萌芽的香菇CP 像豪婷和于西顾的这场戏 虽然甜蜜 却也因为事发场地的关系 让人看着看着便紧张了起来 我没有闹 我很认真 我真的好想亲你 你 优优独播剧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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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在客廳大喇喇的 亲密互动 被一打开家门的 像巴像妈撞见 逮个正招 其实拍摄这场戏 对宋伟恩是一大挑战 摸胸腹 截扣子 那些对我来说 都是蛮挑战 可是我们事先都有沟通好 然后再加上 可能我自己本人 真的是还蛮喜欢他 所以演起来没有太 不会说就是好像 怪怪的什么的 就是很顺 然后我们当下一咖之后 起来就都是 哇 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印象很深刻 随着剧情迈入中后段 不管是卢志刚 与孙博祥的格差恋 还是向豪婷和于希顾 要面临与家人沟通的 重重难关 剧情持续精彩发展 就让我们陪着两对CP 继续往爱前行吧 完全了王健堂整理报道 你个很勇敢 哥 最勇敢的